嗨,各位好,今天是2019年4月13日,周六的晚上 最近我在推特上还有其他地方看到了国内一些御用文人的一些非常令人恶心的表演 他们的发言、讲话、文章引起了大家强烈的反感 其中有荣健在推特上转的一个叫秋风的所谓学者 他的一个发言,发言的主题是把马克思主义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然后说是在中国现在有什么更好的中国文化的新的形式 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引导下怎么样怎么样 讲的这种令人肉麻恶心的话 这个居然是号称研究中国儒家学说 也研究过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秋风 居然这个话出自他之口 简直令人感到惊讶 但另一方面又感觉到又很正常 为什么?因为这个人他身上很早就有一种暴力之气 一种专制的那种嘴脸 很早就发现了 我认识他已经起码有15年以上的时间 所以对他还是有一定的了解 也知道他出身于国安 然后说话有的时候非常的恶毒凶狠 如果在观点争辩不过你的时候 就口出这个应该说是出口伤人 甚至发出威胁 很严重的威胁就是说要把你弄进去 弄进去弄到哪呢?弄到监狱里面去 你说有这样的学者跟你争论 学术观点不同的话 最后放下狠话 你信不信?我有办法把你弄进去 那我回答说我信 因为我知道你曾经是国安的特务 那你现在虽然说你离开了国安 但是我相信你还是有这个能量 因为我当时在国内 对于这样的人还有什么好变的呢? 就没什么好变的了 对吧? 就是现在这种御庸文人甚嚣尘尘上 就是说一开始有很多御庸文人 他们都是有一种包装 一种伪装 把自己装扮得很像学者 一开始还都是介绍西方的一些思想 介绍西方的经典 慢慢地寄生于学界 寄生学界以后 那个就是真相毕露 所以说这样的人还是相当的有一部分 那么看一看 就是说还有一些是留学于海外的 拿了海外的学位 然后回到中国以后 居然那个专制嘴脸暴露得更加的清晰 有的就是助纣为虐 直接的助纣为虐 那么我们看看就是说 比较有代表性的这样的这个御庸文人 有哪些人 首当其冲的我相信很多人都注意到了 李道奎 李道奎是说起来是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 他是哈佛大学获得的经济学博士学位 那么他究竟在学术上有多少的造诣呢 就是在经济学的学术论文发表方面 他有什么样了不起的业绩呢 可以说最近是十来年 他没有什么发表过什么像样的学术论文 以前也谈不上一流的学术论文 二流能不能算得上 还有一个大的问号 那么这样的一个人 我们知道这个当时在八十年代 到哈佛大学读经济学博士学位的有好几位 合计差不多有六位 周恨甫是第一位 哈佛六博士 周恨甫是第一位 后来陆续像钱影一 许臣刚 王一江 还有很多吧 就是说包括这位李道奎 李道奎在里面可能年龄最小的一位 那么他们都是留学回来的 按道理来讲的话 应该是把西方的一些好的自由主义的思想 普世价值观 还有经济学理论跟中国的现实相结合 为中国政府提供比较好的经济政策建议 但是李道奎到后来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就已经超越了经济政策本身的建议 经常给中国的大外宣出谋划策 经常说告诉中国怎么样来报复或者制裁美国 他对美国的态度是敌对的态度 非常凶狠的态度 那为什么这样子呢 他这种应该说是忘恩负义的一种想法或者做法吧 有人讲那他是中国人 他当然要为中国政府考虑 但是为这样一个专制政权出谋划策 而且要报复西方 报复美国 那这像是一个哈佛毕业生 一个经济学家应该做的事吗 对吧 他是全国政协委员 然后出了很多各种各样的大外宣 以及中国对美战略的一些政策建议等等 同样是留美回来的 还有很多杰出的学者 比如说大家都知道 清华经济管理学员的以前的院长叫钱颖一 曾经是加州伯克利大学的终身教授 那么钱颖一是在国际一流的学术期刊上 发表过一流的成果 那么至少在中国经济学家里面 排名是比较靠前的 那钱颖一这个在清华大学这么多年 他并没有说特别令人恶心的话吧 没有这个为政府涂脂抹粉 去做这个助纣为虐的事吧 他主要还是在他的专业领域范畴里面 提供一些这个比较具有政策性 理论性的这样的一些建议 如果实在有些话不方便说 他就不说 我觉得现在中国的知识分子有几种类型 一种是敢于公开抗争 公开抗争批评 然后就可能会成为异议人士 被边缘化 被开除 被这个各种各样的限制 最终呢 让你没办法离在 没办法在中国继续的教书做研究 对吧 被逼离开中国 这种是一种类型 有的是受到各种各样的迫害 但是仍然不愿意离开中国 还留在国内继续抗争的 还有呢 就是说像李道奎这样的主动的卖身求荣 这个没有道德底线的这样的一种无耻的文人 他不是不懂得普世价值的这种伟大 他不是不懂得西方经济理论的这样的一种 从逻辑到常识 从各方面来讲的话 都比这个马克思主义这一套要有效的多 但是他在中国居然可以这个委身投靠专制政权 然后呢 把马克思主义这一套这个虚假的东西 封为这个好的东西 以过来人的身份来批判西方经济理论 这样的无耻的嘴脸 还经常还有机会到美国来访问 跟这个学术界交流 这个所以是非常 这样的典型 大家一定要把他们记录在案 不能放过他们 就是将来有一天需要清算的 他现在是一切好处都唠叨了 但是呢 这个这种指路为马 颠倒黑白的做法 是不能够被原谅的 对吧 这个刚才讲到李道奎 还有一批呢 包括有一个人可能 大家不是特别了解 名气不算很大 叫朱伟一 朱这个姓朱的朱 伟大的伟 一二三的一 对吧 朱伟一 从履历上来看呢 他过去在南京大学的是英美语言文学 后来呢 还当过联合国同声传译人员 然后呢 就这个读了法律博士 一般来讲 法律博士在美国 可能没有在人们看来那么高深 就是法学专业 学士学位应该是 一般是读三年到四年最多 一般是三年是最常见的 就是JD 那么哥伦比亚大学的JD 这样的人按道理来讲 接受了西方的一些最基本的训练 应该是对那种无耻的 没有底线的做法 应该是有一种厌恶 但是恰恰不是 那朱伟一这样的人是 现在是人民大学 从阳金融研究院的高级研究员 他是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你看人民大学的那个 从阳金融研究院 都是些什么人 基本上都是左派的 左棍 都是无耻的御用文人 应该说 基本上都是文匹流氓式的这些人 那么我对朱伟一的印象极其不好 是有一次 大概十来二十年了 有一次开学术会议 那时候我们互相还不太了解 不太认识 因为也不是一个学科 结果呢 我站在那个 比如说有一个大厅 那个大厅啊 其实非常的宽敞 他从那边远远的走过来的时候 按道理来讲 他用不着朝我这个方向 因为很宽的通道 他可以从我旁边走过去 但是他直直的向我撞过来 虎子脸 我也不认识他 我跟他也不熟悉 他就那样直直的撞过来 如果我要是不主动躲避 让开的话 那他就撞到我身上了 我不知道这种人是什么意图 你说一个 说起来年龄也不小了 也不是开玩笑 对吧 你也是一个 是有知识有教养的人吧 起码 我认为是这样 对吧 居然不打招呼 就直接的撞过来了 什么意思啊 那我要是跟你一般见识 不就撞上了吗 那难道要打一架吗 那要打架的话 也事先要有一个铺垫吧 至少说明 我为什么要跟你打架 我看不惯你是 因为什么原因 对吧 我跟你政治态度立场不同 那我就是要教训你一下 他连话都不说 都撞过来 我就把他散了一下 他过去了 然后他也没有再说什么话 我看他那个凶狠的眼神 我就不知道 我哪个地方得罪过他 可能就是因为 他不喜欢我的观点 对不对 但是你看那个 那个暴力的那个 那个面相 就是说明这个人是毫无教养的 毫无知识 毫无教养 所以呢 如果大家不相信不服的话 去慢慢的了解 朱伟一这个人 我看很多呢 就是说 我们中国一句老话 叫 相由新生 意思就是说 你的长相 有人说 40岁之前 是父母遗传的结果 40岁以后 是你个人修行 道德水准 会影响你的长相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左派一边 这些什么人呢 你看看这个 孔庆东 司马南 他们的长相 有正气吗 就是有暴力之气 匪向 那么还有呢 就是这种 一种一看就是御庸文人 可以在强权面前 这种挪言悲惜 残笑 但是在具有正义感的 就是说 有良知的学者面前 就显得那么暴力 显得就好像 可以说这个 骂爹骂娘 什么事都可以做 没有底线的这样的人 对吧 所以有这样的这种 这个匪向的人 还可以举出一些人来 对吧 那个 你比如说 这个左派 物有之乡的一个常客 叫王小东 据说也是北大毕业的 但是你看那个样子 就像这个市井流氓一样 所以呢 大家如果不太了解的话 你上网上去查一查 他的演讲啊 或者是参议节目 他说话的态度 那个整个的表情 你看一看 就是一个市井流氓 活脱脱的 一点都不夸张 就王小东 所以你看看这个 乌有之乡里边 说那个欢迎的那些人 都是些什么人啊 对吧 长得歪瓜裂枣就不说了 就是说那种 匪向 匪向 文化流氓的这种嘴脸 特别的突出 对吧 还有一个金灿荣 你一看就非常的 尖诈的那种形象 对吧 金灿荣 金灿荣是人民大学的教授 我以前跟他也没认识 也没有交集 大概在2004年的时候 我们曾经在一块 参加过一个会议 这个会议呢 是专题讨论 这个美国财政部长 他写的一本书 每个人在那个会议上 发表自己的意见 但是我就发现 这个金灿荣 我跟他没有任何的交集 也没有过去打过交道 他居然对我充满了敌意 我就是觉得难以理解 就算是你不同意我的观点 你可以进行批评 但是他那个整个的表情 恶狠狠的 就像要吃了我一样 后来没过多久 我又发现金灿荣的学生 因为是自称的嘛 一个女生 女研究生 说金灿荣在课上 如何的骂我 就是说我是什么 那个卖国贼 汉奸啊 什么之类的 然后呢 就是不断的 就是这个学生 就拉了一批 网络上的人攻击我 污蔑造谣 我就心想 这个金灿荣太无聊了吧 太下作了 怎么可以干这种事情呢 你说我这个卖国 我卖什么了 卖了中国一寸土地吗 有什么样的卖国言论 拿出来听一听 让大家评一评 说这个什么汉奸 怎么就汉奸了 你是什么奸呢 你是党奸吧 就是那种党的忠实的走狗 是不是 所以金灿荣那个嘴脸 就是你看一看 就像一个嫖客 就像一个狗腿子 旧时代的那种汉奸狗腿子 你看一看金灿荣的形象 就知道了 对吧 他在领导面前 他是一副残媚的那种 就像奴才一样的 卑躬屈膝的样子 但是在有的人面前 他居然是这样的一种嘴脸 所以你可以看 我就是列举这样的一些人吧 就是说你看看 这个从中国社科院 中国的这个北大清华 这样的好多的教授 你可以比一比 有一些人呢 虽然讲我们的观点 有一些不同 立场也有不同 意见有一些差异 但是还没到这样的程度 但是现在呢 就是恰恰是这样一批人 复杂 就是流氓文匹 欲用文人 现在在中国盛销城上 他们呢 有市场 然后呢 媚子良心 可以捞很多的黑心钱 然后他对正义的 有良知的学者 居然是如此的敌视 这样的情况 我想我不会是一个孤立 可能会 如果大家有兴趣 可以了解更多这样的人 那像这个 无论是北大清华呀 复旦啦 各个大学里边 可能都会有一些 个别的就是像这样的人 就是极其的没有教养 你看起来 他好像也有一些 名校的文凭学位 但是完全的没有现代文明 不要说现代文明了 就跟西方三百年五百年前的文明去相比较的话 没有一个起码的这样一个底线 而这样的人现在正在得到中共这个专制政权的欣赏和青睐 这些人现在如鱼得水 有的人还算是有点自己有自知之明 比如说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所长房宁 房宁在中央电视台过去 我们还经常做节目的时候碰面 他看到我 我有的时候用一种鄙视的眼光看他 他可能会感觉到我有这样的一种 所以呢他也没有敢跟我多多说话 所以这样的话 我觉得他至少内心还知道自己有一些东西 他不敢那么嚣张 我说的这个事情是发生在十来年前 那个时候的氛围还不是这样 那现在估计他不会像以前那样子 因为那个以前的他的市场 他的那种空间还不是那么宽 现在呢就不一样了 过去说中国很长一段时间是 西方自由主义学者占主流地位 也就是说我们以经济学界呢是更加突出 因为经济学界大部分那些有话语权的人 都是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这个信仰者 所以呢我们那个时候一段时间 也确实相当的风光 所以呢当时可能也会激起 这样一批御庸文人的这种不满 那么后来呢 现在这个习近平上台以后 这帮人开始神气起来了 非常的嚣张 所以有这样一批这个御庸文人流氓 你过去像这个胡安刚这样子的 都是见到这个真正的学者 都不敢这个太张扬跋扈 就是他还是乖乖的 这个说话包括找座位 都是坐在那边缘的拐角的地方 然后说话都战战兢兢的 他也知道如果要是他要太过分的话 很多学者会接他的脑底 会痛斥他 但是现在情况又不一样了 胡安刚又比以前神气了 胡安刚有一个著名的笑话 就是说他老是说自己是国师 开会说话 说着说着说 对不起各位 我要先走一步 总理要找我 或者是我要到国务院去 我要到中南海去 经常说这样的话 显示自己的重要性 大家一笑了之 结果呢 这个话传得很广 最后传到朱镕基耳中 因为那时候朱镕基是总理 有一次在会见很多学者的时候 当着众人的面 跟胡安刚握手 人家说这是胡安刚 然后朱镕基说 你就是胡安刚啊 我听说大家都说你是我的智囊啊 给我出了很多的主意 但是很遗憾 我今天才第一次见到你 大家哄堂大笑 胡安刚这个非常的脸红 对吧 就是说这样的人 这种一看就是伪知识分子嘛 就是伪学者 你何必要靠拉领导人来 那个显示自己的这个身份地位重要呢 那还有刚才讲的李道奎 对吧 他很风光很神气啊 但是呢 有一次开会 这个也是一个小故事了 就是于建荣 大家都知道了 中国社会院农村所的一个研究员 就是当场就痛斥他 说 道奎啊 李博士啊 你是从西方哈佛拿到的博士学位啊 你读了很多西方的经典 学了很多的理论 你读了那么多的书 这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 这个李道奎被这样突然一骂 骂的就是当时很尴尬 好像也没回过神来啊 就是因为他当时在台上讲话 底下还有刘延东啊 有这些领导 他很风光 就是讨好这些领导 讲了非常恶心的话 所以他回到座位的时候 在走道上 被于建荣这样拦着问了一句 然后呢 他没回过神来 于建荣就回到座位上了 周围的人就热烈的掌声 李道奎就显得非常的尴尬 这样的一个事呢 我就觉得非常有趣 就说明呢 正气压倒邪气 这邪气呢 他就不敢当着那众人的面 来有什么特别强烈的反应 所以他也知道 很多人对他这种鄙视和不满 对吧 所以现在呢 我想这个中国这样的御用文人呢 应该有人当面痛斥他们 让他们知道羞耻 或者知道这么多人不喜欢他们 感到他们的言论恶心 像秋风这样子的 对吧 以前还伪装成 这个自由主义的这种信仰者 还翻译哈耶克的书 你说他现在的所作所为 完全是哈耶克的敌人 或者讲这个我们所有的自由主义 经济学思想的敌人 他怎么可以做这样无耻的事情 就是为了个人的名利 就可以一切不顾了吗 就是说把自己过去所追求的 或者所宣扬的东西 都翻个底朝天吗 对吧 都把它扭曲过来 这个 而且加上他的国安背景 他就本身就很可疑 他在学界里边到处混 最后还一度时间 还混为天泽研究所的 天泽经研究所的理事长 这个职务原来是 毛于世先生一直担任的 在2004年的时候 毛先生问过我 他说你要不要从北京大学出来 然后你来做理事长 因为毛老一直想退休 他就是希望 找一些他信任的人来接替 但是那个时候呢 我婉言谢绝了 因为那时候我觉得在北大 还是蛮多的机会 而且有很多的事情要做 这个其实不单是毛老 给我提供过机会 还有樊刚 原来在北京国民经研究所的时候 也是希望我到他那去担任 那个民营银行研究中心的主任 因为民营企业家捐了一些钱 然后呢 要开展民营银行的研究 但是我也是说 如果要是兼职还可以考虑 要是全职 从北大出来 那我就算了 所以可以看出我对北大 还是有很多次机会 包括上海财经大学 这个当时的校长兼党委书记 谭敏教授 曾经很看重 还希望我到上海财经大学 去担任经济学院的院长 这个是很早了 大概2002年左右的时间 2002年 2003年 那个时候我刚在北大 在经济学院工作没多久 所以那时候我也不想离开北大 那么就是我就说 现在这个形势啊 这个整个的氛围 跟十几年前大不一样了 那时候还是自由主义经济学 这个 信奉自由主义思想的这些学者 是受到极高的重视 话语权也很大 而现在呢 习近平倒行逆施 然后大家都知道 习近平喜欢毛泽东那一套 马克思主义那套教条 所以大家呢 纷纷朝这个方向去靠 就连像李道奎这样的 受过哈佛大学训练的 很多人都开始纷纷的转向 讨这个专制制度 统治者的这个好 那么这样的情况 会越来越突出 越来越明显 甚嚣尘上 所以呢 你这视频呢 又不能再长篇大论的讲下去 其实应该抨击的文人 还有很多 我今天只是点了 很少一部分人的名 还有很多的没点呢 就是说无论是 你是政治学界 哲学界 这个社会学 这个很多学科吧 人文社会科学 各个学科里边 都有一些人 非常的令人恶心 对吧 就以前这样的人 只是很少的 个别的零星的 他们那时候 也没有占据上风 而现在呢 这帮人都纷纷跳出来了 很神气了 所以那真的是 时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但是呢 我希望我的听众们中间 能够有人有机会呢 能够接触这些人 了解这些人 然后要把他们的这些言行 都记录下来 留给后人去评判 去清算 好 先说到这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